選舉真的蠻糟糕的 每天在那邊笑啊 啊舞系又很缺這一票是不是 我們是真的很缺那一票 這就是改變的意思 你認真 公聖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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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戲劇 人選之人 造浪者 以上線成功引起話題 劇中謝寅軒與鍾瑶上演浪漫女女戀 其中謝寅軒替下屬討公道的霸氣形象 也讓大眾印象深刻 該劇也讓謝寅軒以 文文芳一腳再次讓觀眾看見出色演技 事實上43歲的謝寅軒有著劇場女神 支撐演戲經驗超過20年 不過前面的16年重心都在舞台劇 直到2017年38歲的她在夯劇 花甲男孩轉大人中 客串濃妝厭抹的檳榔西施西一口流利的台語 讓電視機前的觀眾認識了她 這人像史丹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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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又因電視劇《俗女養成忌》 《俗到不行》的陳嘉玲一腳爆紅 也藉著角色讓大家看到台灣女性的堅韌 松山那邊我有幾個朋友 你幫我打人打起個電話 看看這房子怎麼樣 老死不法為了 老死當病 貓 貓 你不會 我是特眾 你這是做什麼 这期间谢银轩先后裔 谁先爱上她的四楼的天堂 拿下第五十五届金马奖 及第五十七届金钟奖女主角奖 你如果不结婚 我死后要怎么搞的 有多少女生因为这种价值观 然后掉进了婚姻的框框里面 你看你 你有没有发现 你也要求你自己每件事 你得到一百分 你其实现在想一想 我们两个其实 已经都很厉害了一个人 不然我就找立伟 我开记者会 我让全世界的人知道 你是破坏人家家庭的死同心的 你这样你对她吓死 什么吓死 我带你托银包子 带我自己家里宝贝好了 你以为我愿意 哪个男人都被你抢上 两个我都没错 对 了不起 典礼上谢银轩各种可爱举动 更屡屡成为典礼经典 你的意思是说 现在要召唤沈金发出场 对啊 我都变成乔安你就变金发 可是我不确定 我现在想要做什么 是什么经验 要做什么小笼包啊 评审在哪里 评审在哪里 那边 那边 对 就是你 没得到众就没得到众啊 那 环绍那个公司他报不对而已 我应该报最佳男主角 这样是不是 对啊 对啦 我会想 吴鹏凤 让他知道你们把鞋子穿 几盒我穿几盒我穿 等一下我 我刚刚是不是做了很不礼貌的事情 你是秀琪吗 刚刚金发骂评审 这是不对的 太没礼貌了 赶快道歉 评审 对不起 我 阿辣 我对他说不对 为什么我的失败 你空空你实在你 掌声鼓励一下 你现在是谁 我是秀琪 我是秀琪 她是我最好的搭档 都不用Cue 她自己这样 诶 怎么啊 掌声 掌声 再次谢谢 谢谢盈轩 你太大气了 OK 正面的主题就是 五万 九千九 五万九千九 还加能量水 还加能量水 可以写出俗女这样子的剧本 让一个四十岁的女生有机 啊 F**k 啊 今晚金钟最高潮 2022年 谢盈轩接下艰难任务担任 第五十九届金马奖颁奖典礼主持人 不管在戏剧 主持艺或是私下个性 都获得观众喜爱与支持的他 能够诠释多种角色 其实谢盈轩对自我要求非常高 为了能够让自己演什么像什么 他更曾经摆过三个月的地摊 希望透过不同的工作体验 得到不一样的人身体悟 进而提升自己 去年6月42岁的谢盈轩 做出人生的重大决定 他在个人社群平台上 分享动乱的心得跟想法 谢盈轩表示 近年国际上可见 对于子宫的自主权 在律法上进行各种角力 立场各据一方 处在这样的时期 也同时感受到女性身体 一直以来的局限 重点不是要立抗什么 而是从古至今向往着 能够为自己选择什么 希望透过这个行为 以及文字鼓励着 所有不知如何选择的女人 中瑶在这出戏里面 是我的女朋友 这位是谢盈轩 也是我女友 马上第一天就有武器 我觉得是一种情侣之间的 一种状态 就是总算也不用特别说 等一下 我要怎么样 好像没有了 对我们两个好像没讲 对不对 就是脸凑过去的时候 对方就知道 吃饭吗 吃饭了 吃饭了 就是中瑶 在这出戏里面 是我的女朋友 这位是谢盈轩 也是我女友 马上第一天就有武器 我觉得是一种情侣之间的 一种状态 就是总算也不用特别说 等一下 我要怎么样 好像没有了 对我们两个好像没讲 对不对 就是脸凑过去的时候 对方就知道 这一次这个女同志的角色 很不一样的是 导演也希望 不要有太多性别之分 就要打破一些传统的观念 让她两个人站在非常平等 在工作上 在性格上 在互相依赖保护的状态之下 是非常平衡的关系 我要先给你买个单 请问是 我来我来我来 要不要 我来我来你 我家要聊你 把我不用拿过来啦 你好帅 我的原则就是 不要推着整个人付钱 嗯 你选战回去那一招 我印象最深刻 就那种感觉是 哇我们这一切好像结束 可是好像有一切要重新开始 那个流露感好像是 没有任何剧情丢给你 但不知道怎么就有 默默的感动 就是一个情绪的交流 嗯 对对对对 我是在陈老师在那边 大家好 我是陈继霞 担任的是文芳的妈妈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场戏 是第一次我跟银轩对戏 心里有一些忐忑 那主要是那个亲密感 嗯 嗯 真的吗 我是天妈妈 是你爸爸的妈妈 我被推荒不熟啦 后来这场戏演完了以后 我放心了 因为我听到制作人讲说 哇 这看起来就是一家人嘛 顿时觉得有点成就感 哈哈哈哈哈哈 手机这么好看啊 她现在选不去哪里 我们这次在 《教训制限制造浪者》里面 饰演的是 陈佳靖 吴芳萍 是一对夫妻 郭靖 这个角色其实跟我的个性 蛮不一样的 她是属于那种比较 成熟 有主见 蛮理性的角色 妈妈 刚刚都没有在战战退 她其实是理解她的 就是因为理解她 所以她才愿意跟她 用方婷的方式 一步步引导她 然后一起去解决她们面对的困难 请坐来装圆团啊 你今天在红楼上班的时候 你上次在圆团 说是可以没办法 今天杀青前的第二场 是我们和好的一出戏 不知道哪一个tag 看到她的时候 因为她也愧疚的一直掉眼泪嘛 那我也掉眼泪 那我看到她的脸 然后又在掉眼泪 我想说 好想讲这句台词哦 然后我就讲不出来了 哭泣好丑 可是我觉得 这就是她们夫妻的一个 相处的方式 我觉得她一定会是有一个瞬间 她们是可以 频率都是很搭在一起的 所以才有可能可以一直走下去 跟美邦的方法 我跟张晋最大的故障是 我已经搞清楚这个问题是什么 她也曾经有没有搞清楚 议题是什么 那是好近的以前 那我的个性就是 我喜欢把话讲开 我不喜欢有东西憋在心里面 所以我觉得问题就是 一定要解决 这个老婆 来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